江华西湖知名的羊肉炉店 冬天一到总是挤满了掏客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是现在业者大吐苦水 都快撑不下去 因为今年冬天羊汁的价格 从原本的一只一万八 涨到了现在一只要三万块钱 由于去年羊肉炉已经调涨过一次了 业者不敢再涨 成本选择自行吸收 而原本贩售的冷冻宅配 业者则是决定要停卖 因为他们说现在卖越多赔越多 冬天一到气温涨降 民众习惯来碗羊肉炉暖暖胃 江华西湖知名的羊肉炉店 每到冬天店内总是挤满掏客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因为羊肉大涨 业者就快撑不下去 就是羊汁太少 羊价很高啊 我今年没有找算要涨 成本就要去收 看看羊肉价格 今年冬天一只羊售价 从原本的一万八千元 涨到三万元 涨幅将近七成 由于店家去年在价格上 已经调涨过一次 今年不敢再涨 成本自行吸收 而原本贩售人冬宅配 业者也决定停卖 要吃不是来吃啊 吃吃要少啦 不要吃那么多 我再涨耶 我真的很健康耶 要这么多 因为我们店的客户 这里有空户 外带要留下 另外在西湖长青街 这家羊肉炉店 同营味羊肉等原物料大涨 无论是中药或是姜丝风味 羊肉炉余率调涨五十元 价格来到六百和六百五十元 我能够接受啦 可以啊 不然店家怎么存活 因为这个月有调涨 所以有压力稍微减缓 不然的话根本完全没有利润 就是活力多销啦 因为你说要说 活好赚是很难 因为原物料真的涨得太小 而在西州知名的蒜头青汤羊肉炉 不止锅底调涨一百元来到一千元 单点项目也调涨 羊肉片一份从八百涨到九百 羊皮也从一份七百涨到八百 万物起涨的年代 民众想要好好补东 恐怕也做好补了身体 空了荷包的心理准备 接下来 人贸的章话 看不到 人贸的章话